说起杨子相信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了 他可是娱乐圈中的当红小花之一 也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小猴子 杨子是同心出道 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演戏了 早年因主演情景喜剧加油而被观众熟知 这部剧也是一时的经典之作 他在剧中饰演女儿小雪 凭借着精彩的演出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当然对于杨子而言 站得高 同时也摔得重 曾经因为是成长期 拍戏的路子越来越窄 被外界一度说不够漂亮 导致后期很多导演拒绝了他的参演 甚至还被宋丹丹老师说 他的长相确实不算漂亮 不适合进娱乐圈 说这个圈子太烂了 不过杨子一直坚持着对演戏的热爱 即使宋丹丹说他不适合演员 杨子也会坚持到底 仅仅是因为演戏是自己梦想 不听劝的杨子还是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立志成为演员 而且不管是现代戏还是古装戏 杨子统统hold得住 虽然样子不算是大美女 但有辨识度又有演技 在娱乐圈里也是站稳脚跟的 如今他能够获得如此的成功 和多年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直以来杨子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爱学习的姑娘 当然在这个圈子当中 杨子也是一心学习 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如今也出演了不少优秀的影视作品 如《欢乐颂》 《香蜜沉沉静如霜》 《战长沙》 《亲爱的热爱》的等剧 杨子的演技也从一开始不被大家看好 直到现在获得大家的认可 而童星出道的杨子 还非常具有国民度和话题度 性格也十分活泼女汉子 还有在娱乐圈里面的豪爽性格 也是一直为大家所喜爱的 现在的杨子又多了一个称号 叫男神收割机 短时间内就与好几个男神搭档拍戏 肖战就是如此 肖战可是刷屏近几年 所有社交平台的男明星之一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是通过《燃烧把少年》这档偶像养成节目 从而进军娱乐圈的 而后在2019年的夏天 肖战因出演电视剧 《陈情令一炮而红》在剧中 肖战的演技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 不管是在生气的时候 还是在落泪的时候 肖战都诠释得非常好 与杨子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 也受到了无数人的喜欢 一个国民闺女 一个国民偶像 也是因为这部剧让两人而相识 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在这部剧的片场中 两人还互相过生日 可谓是令人非常羡慕了 自从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播出后 全网都在磕他们喇的糖 因为肖战杨子只见这些 有来有往的小动作太有爱了 在一次颁奖晚会上 肖战边上台边关注一旁姊妹的步伐 还特意为她放慢脚步 只为了能一块上台 就有一次 肖战就调侃杨子 我做你男朋友够资格吗 夏淼杨子的回答 太有资格了 肖老师太好了 不得不说 在杨子说完之后 一旁的导演都酸了 想必看了这个小伙伴们 都希望杨子和肖战 能成真情侣吧 有点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